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来看第四题解下类不等式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s-1乘上s-2乘上s-3乘上s-4小于0 我们来解第一题这个不等式 那么首先我们来观察这些不等式 那么都是因式分解完毕啦 所以因式分解完毕之后 接着我们来找它的关键点 所以s-1等于0 关键点是1 这里关键点是s等于2 关键点s等于3 关键点s等于4 那么因此我们在座标平面上 就来画一条束线 那把这四个关键点描述在束线上 所以是1 关键点是2 关键点是3 关键点是4 意思也就是说这四个关键点把整条束线 由右边到左边 那么依序分整正区 负区 正区 负区 正区 那么今天题目要解的是小于0 所谓的小于0是不包含端点负区的部分 所以不包含端点端点的部分 我们就打圈圈来表示 所以打圈圈 那么包含负区的地方 意思也就是说它的解 那么就是1 这个空心就是小于的意思 小于s 小于2 那么或者是3 小于s 小于4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s-1乘上s加2 乘上s-2的平方 乘上s-3的三次方 大于等于0 第二小题呢 我们来解这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里面呢 包括这个是一次方的 这个是一次方的 所以在不等式里头 那么一次方的我们就保留 这里呢有一个平方 我们知道呢 平方它是大于等于0 我们要解的不等式里面呢 还有等于0 那么因此呢 我们把平方的这个消去之后 那么保留呢 它s-2 就可以等于0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s那么就可以等于2 的这一个解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三次方的 也就是看奇数次方的 那么奇数次方的呢 因为它可以分解成 一个呢 是s-3的平方 那么再乘三呢 一个是s-3 我们知道呢 平方的部分 它是横正 那么横正呢 对我们大于等于0的解 不等式是没有影响 那么因此奇数次方 我们就把平方消去 就保留只剩下了一次 因式的意思 所以呢 整个不等式 经过我们这样分解之后 那么剩下呢 我们就是再解s-1 那么乘三呢 s-2 s-2 我们就保留最后当解 所以接着呢 还有一个是s-3 那么大于等于0的解 那么跟呢 最后一个是s 等于2 这个 才是真正我们要解的 不等式 所以呢 首先我们就来解呢 前面这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呢 已经因式分解完毕了 那么因此 我们接着就把这些 关键点呢 描述在 我们画的数线上 所以一个关键点呢 是-2 一个关键点呢 是1 一个关键点呢 是3 这三个关键点 把整条数线 由右边到左边 一序呢 分成正区 副区 正区 跟副区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解的不等式呢 是大于或等于0 所谓的大于或等于0 就是包括端点 而且呢 是正区的部分 所以呢 包括端点 而且呢 是正区的部分 那么这个范围呢 没有把s等于2 包含进去 那么因此呢 我们要把s等于2 这个减呢 把它加进来 所以s等于2 这里呢 我们点一点 代表含这个点 所以它的范围呢 就是-2 这里是实心的 我们必须用小于等于s 小于等于1 这个减呢 是s等于2 这个减呢 是s大于等于3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s-2的4次方 乘上s-1的3次方 乘上s加2的5次方 乘上s平方 加s加3 小于等于0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那么这个不等式 首先呢 我们来看s-2的4次方 这是偶数次方 在不等式里头 仿照呢 我们第二小题 所做的解释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整个4次方去掉 但是这里呢 包含等号 也就是说呢 s-2的4次方 它整个呢 可以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就保留一个呢 就是s-2 那么它可以等于0 意思也就是说呢 它s 就可以有等于2的 这个解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看 奇数次方 以防照我们刚刚解 奇数次方的意思 所谓的奇数次方 整个去掉 但是呢 我们就保留 剩下一次就好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保留 剩下来是s-1 那么同理啦 s加2的5次方 它也是奇数 所以呢 我们把整个去掉 那么就保留呢 一次方 所以呢 剩下是s加2 那么最后呢 一个是 s平方加s加3 我们来处理这样的2次4的时候 那么因为它已经不能再因式分解了 为什么不可以再因式分解 首先呢 我们来判别式检查 所以呢 判别式是b平方就是1的平方 减掉4乘上1 那么再乘上3 所以得到呢 判别式是小于0 判别式小于0 领导系数大于0 意思就是说呢 s平方加s加3是恒正 大于0的意思 既然是恒正 我们就把整个呢 消去 那么因此呢 我们再重述的说明一次 偶数次方呢 我们看这个等号有没有 有的话我们保留 没有的话 我们整个呢 就去掉 奇数次方 我们就保留一个 那二次方程式如果可以分解 我们必须呢 分解 那如果不能分解 我们检查它的判别式 是不是小于0 代表呢 它是恒正 那么恒正 对我们不等式来讲呢 就不影响 那么因此我们整个 这样子处理过之后 整个的不等式 我们就剩下来是 第一个 是s呢 等于2 那么接着我们的不等式 就剩下来 s-1 乘上来 s加2 小于等于0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不等式 关键点是1跟-2 所以呢 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就画一条数线 关键点是-2 关键点是1 这两个关键点呢 把整条数线 由右边到左边 分成正区 负区 跟正区 那么今天我们要解的是 小于等于0 意思就是说呢 包括端点 负区的部分 所以呢 包括端点 我们就打实心 负区 那么接着呢 还有一个s等于2 s等于2呢 不会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呢 这里是s等于2 我们把它点一点 也就是包括这个结 那么因此呢 它的结就是负2 这是实心 所以要用等号来表示 小于等于s 小于等于1 而且呢 s等于2 也是我们的结 所以呢 解效率不等式 第一小题 我们得到呢 解呢 是1小于s小于2 或者呢 是3小于s小于4 第二小题 我们得到呢 解呢 是-2小于等于s 小于等于1 s等于2 或者呢 s大于等于3 第三小题 这个不等式 我们得到呢 解呢 解是-2小于等于s 小于等于1 或者是s等于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